我給你這樣子一個difference equation 怎麼畫它的結構 我們就畫一個這樣子 然後畫一個填 把它的節點描上去 再來畫箭頭 然後往下 然後往兩邊 再往上 這邊是sn 這邊是 yn 然後把係數填上去 這邊是y的係數 3-2 這邊是s的係數 7-6 7-6 然後中間這個是d的-1 就這樣子畫 這裡這個係數一定是1 因為這個係數其實是他 因為最後這樣子加起來之後 在這邊加起來 在這個地方加起來 送到y的邊 因為這個點 跟這個點是一樣的 對不對 從這邊過來 然後分出去 這兩個點就一樣 那這個點 就是這邊加起來的 但是這怎麼分析呢 這個 假如說你 禮拜三回去之後 你試著去分析很難做 再等一下我要講這個問題 這個這樣子畫沒問題吧 我們再步行一下 如果沒有這一個 就沒有這個是不是 沒有這個就變1 不一樣 就是這邊沒有 就是它只有延遲延遲 延遲一次跟延遲兩次加回去的 你說在這邊又加一個yn 那yn就移過來 約掉了 不會有這種事情 加兩個yn 加兩個yn你就移過來 這邊又負yn 然後就把它係數重新調整 它還是會變yn 最後你這裡一定會留下yn 因為difference equation的意義是什麼 描述輸入輸出的關係 所以這裡一定是yn 不會有那種 這裡是3yn的 那這樣子 你為什麼會把3一向過去呢 ok 好 那這個東西我們再把它補回來了 這個剛剛5 這樣看起來比較完整 好 這個difference equation 如果我們現在等號左右兩邊都做例轉換 y例等於3y例 然後乘以例的負1 減2y例 例的負2 加上5s例 加上7s例 例的負1 1減6s例 1減6s例 1的負2 然後我們把他移向 這個yd 除以s例 這個東西就是hd 就是把這個y收集過來 然後再除 除 z 除以s例 所以它會變成 一減三立的負一 加二立的負二 然后这边是 加七立的贠一 减六立的贠二 它会变成这样 所以你如果没问题 应该全班都没问题 不是要嘲笑你 我是希望每一个人都了解 因为我爸说还是有人不了解 所以我当然要优先照顾 那个需要照顾的 对不对 所以这也没问题 你现在就把它收集起来 把这个一向过来 它不是一減三立的贠一 这一向过来 加二立的贠一 Y立会等于 这边的都把它集中起来 五加七立的贠一 减六立的贠二 还有十立 对吧 然后再一向一下就变成这样 OK 好 那变成这个式子啊 各位要 也要记得 假如我 给你这个式子 你就要会画出那张图哦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这里 你要记得分母的地方 一 负三 二 这个是Y的系数 但是呢 这里会变号 所以你看哦 这里 给你这一个 你要画这张图的时候 你要记得哦 这分母的这个系数 一 这边负三 二呢 要记得把这两个变号 这里其实是三 负二 有没有看到 不要误认为它是负三 这里是负三 这里是二 你要记得变号 这里变号 那分子的部分 五七负六 是S的系数 是在这边 五七负六 这不用变号 你要记得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练习一下 如果我现在随便给你一个HD 等于 八减 力的负一加 六力的负二 然后 一加四力的负一 并且三地的负二 我给你这个要画出 它的结构图 过一 所以我们现在就 画一个这样子 然后把箭头画出来 这是D的负一 SN YN 然后要把系数填上去的 这个分子填在这边 八 负一 六 然后分母 一 你要把这个看成负四 然后三 一 一 负四 三 这样子 反过来我给你这张图 你也要写得出来这个哦 可以吧 如果我这边随便弄个 这样子 好 比如说现在有一个这样子的题目 好 比如说现在有一个这样子的题目 根據這張圖寫出它的HD transfer function來 好了嗎? 我們來寫HD它會是 這邊是分子的係數 所以是5-2D的-1 那就沒有D的-2了 然後這邊是Y的係數 你要記得變號 1-3D的-1加8D的-2 OK 那如果這樣子呢 這樣應該多少 這樣子 你可以把它看成它就是 這邊被插掉了 有沒有? 然後這邊也插掉了 或者是你如果更 就是說看得更清楚的話 其實X就這樣子延遲乘以3 然後又過來嘛 所以就是 Xn加上3Xn-1 就這樣子 那如果說你要寫出它的HD 它就是 1加3D的-1 這個東西就是這樣子玩 那但是呢 其實 從 這裡到 這裡 對不對 就是說從這裡到這裡 比較沒有問題 對不對 從這裡到這裡比較沒有問題 就是說你從這裡寫出這個 寫出來就OK 但是其實從這裡到這裡 不是唯一的 你這個 這個式子 它不見得 就一定是畫成這樣 可以有很多種畫法 好 我們要說這個 這個系統 我們最直覺的畫法 就是 就是 這樣子 然後這個係數 1-4-3 然後這邊是4 5 1 1就不用寫 好 從這個畫出這個 但是這一個東西 其實我可以把它改裝 改裝成這樣 就是我可以 把它做音式分解 這邊可以分解成 1加3D的-1 然後1加D的-1 然後這邊上面也是做音式分解 4加D的-1 然後 1加D的-1 變成這樣 這個題目不好 這樣 剛好噁掉了 然後變個號 這邊 重來 把苦回去 這邊如果減了 減的話應該會 變成 這邊是2 變成這樣子好不好 這個 1-2 3 好 這樣子 然後把它做音式分解 變成這樣子 然後再 好 變成這樣子 其實我就有另外一種畫法 這種畫法是這樣 我可以把它寫成 它是這樣子 這個東西乘以它 變成這個乘以這個 好 這兩個相乘 它是怎麼樣 它是串聯的 所以它可以 可以變成是這樣 就是說有一個系統 它這邊 分別是 我們先畫這一個 畫這一個 這一個怎麼畫 就是它係數-3 對不對 如果我現在畫 越前 那它只有 中間地的-1 然後往兩邊 這邊係數是-3 所以這是-3 然後這邊係數 4跟1 對不對 4跟1 4跟1 可以嗎 那個太續打了 後面的同學 看不到 不好意思 這 畫成這樣有沒有問題 可以吧 然後再來這一個呢 這一個 這一個它其實也是長這樣 那係數這邊是1 然後這個也是1-1 1-1 這樣子 所以輸出在這邊 所以輸出在這邊 可以吧 這兩個它是乘在一起 代表它是串聯的 就是說這裡有一個系統 然後再輸出到另外一個 系統 接在一起 對吧 所以如果你把這個式子 拆解成這樣 那畫出來就會跟這個不一樣 對吧 那哪一種比較好 好的定義呢 如果就普遍性來看 應該是說 最節省 對不對 那你看它用的 乘碼器一定一樣 因為 係數就是這些吧 對不對 延遲器耶 這裡兩個 這裡也是兩個 所以很難斷定誰比較好 誰比較不好 那真正好壞呢 會取決於你 現在如果說 它也是整個系統 大系統裡面的其中一個部分 那如果那個部分 它在這種 實作方式 可以跟其他 有一些共用的話 那它就會比較好 所以這個沒有辦法 以現在來斷定說 誰好誰壞 必須要真正你在實作上 它扮演的角色 來認定這個好壞 所以我這邊只是要告訴大家 我給你這個 讓你畫出結構圖呢 不是唯一的 不是只有一種 這樣了解嗎 那甚至你還可以把這個東西 再拆解成部分分式 你這邊是A 然後加上 E減D的負1B 這個我們來解一下 這其實前面還會有一個係數 這裡會有一個係數 加上這個 那一次我們要先用 長除法來除一下 用長除法除 現在是 立的負2加5 立的負1加4 除以 負3立的負2加2 立的負1加1 所以這邊是 負3分之1 立的負2 減3分之2 立的負1 -1 3 分之1 所以這個-1 3 分之17 逼得不1 然後加上3 分之13 所以它這邊是-1 3 分之1 我們先寫成這樣 它等於這樣 那也可以再寫成這樣 這個係數a再加上 這個我各位自己回去算 那如果說你先寫成這一個式子 你要畫這一個 這邊我再把它呈起來 這邊是1加2L的-1-3L的-2 所以它變成一個-1 3 分之1 再加上後面這個系統 對 這個加這個它怎麼畫 加的話變成是併連了 加會變成併連了 就是如果說我現在用這個 這個式子來畫 s n 然後 乘以-1 3 分之1 以及 加上後面另外一個 後面這個呢 就是 這種樣子 這個你可以隨意 看你怎麼畫 這邊係數是1-2 3 所以 這邊是-2 3 然後分子的係數3分之17 這是3分之13跟3分之17 這邊是3分之13 還有3分之17 然後它沒有這一個 這一個東西是 這一部分 然後跟這一個兩個加起來 那當然你如果不高興的話 你也可以這樣畫 這樣可以嗎 沒問題喔 所以這也是一種畫法 那你如果拆解成這樣 那就是三個串在一起 OK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一種 圈子的方形可以有很多種畫法 它是代表什麼 代表考試 我一定不會給你這個 叫你畫那個 我一定是反過來給你這個 讓你求這個 不然我 每個人這個 各自想像力都不一樣 那我開起來就很累了 所以我一定是給你圖 然後讓你反推這一種的 這樣子才比較省力 好 所以大家要熟悉 我給你圖 你就要很快能夠寫出來 它的純實方形 譬如說我給你這張圖 你有沒有辦法寫出來 這樣子 寫成這樣子也可以啊 寫成這樣子 你最後也是跟這個結果 是一樣的嘛 對不對 所以說問題是 你要能夠從圖寫出來 好 那現在 如果說我給你一張圖 它並不是標準的那一個結構 並不是標準的結構 那我們要怎麼樣推出它的 Difference Equation 你看這張圖是不是標準的結構 不是對不對 因為你看它建筑方向 這樣 然後這裡照理說 如果它少了這一段 它應該這樣 這樣下來 對不對 建筑方向應該往下 然後再往兩邊再上去 那它不是這樣子 那不是這樣子 我們要寫出它的Difference Equation 就沒辦法 一眼就看出來了 於是 我們要一點一點 把它推出來 我們要來推這個 推出它的Difference Equation 所以我們要求 YN跟SN的關係 對 這一點是YN 那這一點呢 這一點當然也是YN 因為這是這樣子 箭頭過去 然後同樣方向的 好 這個是YN 那這一個呢 也是YN 對不對 因為這樣子 因為這樣子 同一個方向 好 YN 乘以-1 所以這個是 負的YN 那這一個呢 這一個就有 兩個箭頭 碰在一起的情況 對不對 就是這一個過來 跟這一個 這一個 那這一個我們知道 所以 這裡應該是 AYN 就是說這一個點 這是 AYN 然後這邊過來 減YN-1 這是這一點 那它再過來 再跟這一個 這個是-YN 再乘A倍到這裡 所以這一個 應該是 這個 AYN-YN-1 然後再-AYN 所以這個約掉 所以它等於負的 YN-1 是這一個 然後這一個 再乘以B上來 跟這個SN 鋪在一起 所以這一個點 是 這個乘以B上來 跟SN 所以是 負的 B YN-1 加SN 是這一個 那這一個 這樣子過來 兩個同方向 所以這一點 就是YN 所以最後 我們解除 YN其實就是這個 負的 B YN-1 加SN 好 這樣就解決了 可以吧 這個只要稍微細心 細心一點 然後憑著耐心跟恆心就可以 好 但是這樣子呢 我們現在 再來看 這個標準的結構 我只要一點一點去把它推出來 會是什麼樣呢 好 譬如說這邊 3 2 這邊 如果我們也用 類似這種做法 一點一點來推 看看會怎麼樣 譬如說我現在要推這一點 這一點 是你兩個箭頭碰在一起 所以我要求這一點 我要先知道這一點 才能加在一起 好 所以我先看這一點的位算 這一點是這兩個碰在一起 所以我要求這一點要先知道這兩點 好 這裡有一點 那 假如我要先求這一點 這一點 是這樣子過來 所以我要先知道這一點 那這一點 它是 這樣子過來 過去的 所以我要求這一點 我要先知道這一點 我要知道這一點 它是從這邊過來 所以我要先求這一點 我要求這一點 它是這兩個加在一起 所以我要先知道這一點 所以我要先知道這一點 這一點 它是這兩個碰在一起 所以我要先知道這兩點 哇 到現在還沒 還沒求出半臉 怎麼辦 沒辦法做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解開這個問題 我們要先來看一個叫做 transpose 這種東西 在解釋這個東西之前 我們先看一個地址 這一個東西 這張圖它的difference 以回去 大家看得出來是多少嗎 這很簡單 這個是 YN等於 AYN-E加SN對不對 這超簡單的 因為你看 這個YN就是這裡 然後延遲 然後再乘以A倍 就是這一個 加上SN 就是它 這簡單 好 transpose 它有 它是一個動作 這個動作 它包括了兩個 第一個就是 交換 把所有的箭頭方向轉向 把所有的箭頭方向轉向 所以你看 我們現在如果要做transpose 其他都不要動它 我們把箭頭方向轉向 這樣子 這是第一步 然後第二步呢 交換輸入輸出 交換輸入輸出 這邊是Y 這邊改成X 做這件事情之後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張圖的difference equation 能夠多少 這樣子你可能不習慣對不對 我們把它轉過來 因為習慣輸入輸出是這樣 要不要轉 還是不用轉 我們直接寫 不用轉 直接寫 可以了 就是這一點 是這樣子 順序一樣 這一點連這一點 好 然後這一個點乘以A倍 然後再延遲 加上去 過來 所以這個difference equation 哪一段 就是這邊乘以A倍 延遲 然後再加上S 這樣是過來的 對不對 但difference equation 連它對不對 這有問題 沒有吧 那你看這個difference equation 跟它有沒有一樣 一樣 對不對 所以transpose呢 做了這兩件事情之後 不會改變系統 這是事實 有沒有 有沒有看出來 它沒改變系統 可以嗎 好 所以我們現在把這張圖 來做transpose 第一步把所有箭頭轉向 來向下 你現在讓它向上 你現在讓它向上 兩邊就讓它往中間 往上 你就讓它往下 然後第二步 交換輸入輸出 所以這是YM 那其他這個d的-1 這個 它的係數不要去動它 好 全是pose了 對不對 好 我們來推推看 這一個difference equation 這是YM 那這裡呢 因為這樣子過來 所以這裡還有個 這樣分出去 所以這裡是YM 這個YM 然後這樣子過來 分出去 所以這裡也是YM 這個YM 到這邊 這裡2 跟這邊相加 所以你要求這一點 你要先算這邊的 好 所以我們現在先來看這邊好了 SN 這樣過來 同方向 所以這個是SN 過來之後 這個同方向 所以這個是SN 這邊 OK 好 所以 這個地方 SN 跟這裡 兩個碰在一起 就是相加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 應該是 2YN 加7XN 這個地方 OK 然後這個地方呢 是這樣子過來 這樣子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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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加在一起 所以這個地方 這樣子 它是 3YN 然後還有這一個 經過一次延遲 所以這邊的N 要改成N-1 所以加上2YN-1 加上7XN-1 把這邊N改成N-1 加到這裡呢 還要再加SN 這裡四倍 要四倍 所以這一點 所以這一點我們 做出來了 然後這一點 再經過延遲 跟這裡 加在一起 過來 所以這個點是 多少 就是再把這裡面 再延遲一次 然後加上5SN 所以這裡應該是5SN 加上這邊全部延遲一次 3YN-1 加2YN-2 加7XN-2 加4XN-1 就是這一點 這一點不來 其實就是YN的 所以YN等於這樣 所以你把它改寫一下 YN 它應該等於 先從YN-1那邊 這邊開始寫 YN-1 加上2YN-2 加上5SN 加上4SN-1 加上7SN-2 Difference equation 就出來了 然後跟著這邊 直接看出來有沒有一樣 有啊 有沒有神奇 這樣就可以做了 所以各位看一下講義 六支八頁 六支八頁有一張圖 看起來很醜陋的一張圖 對不對 那我要你寫出它的transport方式 各位 看看會不會寫 它其中裡面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 關鍵就在於 有一個地方啊 你要做transport 你可以很快的看出來 所以這題各位自己回家練習 好 沒問題 沒問題 沒問題我們這張就結束了 這張非常簡單 各位 畢月期也快就過了 沒問題我們就下課了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